它是一個算是工筆水墨畫 可是它取材跟一般傳統的工筆畫不一樣 也不是說不一樣 只是說我的創作習慣是把我看到生活中的比較平常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用心去思考 讓你大概看了就過去了 可是你如果再稍微想一下 大概我會想的比較多 那一天在長大學的學生餐廳外面 就看到樹上有這麼一群 蠻奇怪的鳥 我之前經過都沒有看到 那一天是一群 比畫面上還要多個兩倍三倍的族群 那我不知道這是什麼鳥 只是覺得說黑色 那個黑金的那個被子 然後那個有點帶木綠色 那樣子的鳥 它再細看 它有著那個紅色 紅色的眼睛 蠻恐怖的 後來我就想 你看它到底叫什麼鳥 起先只是泡血 那畫面裡面 當天的畫面 我是有看到有一隻綠袖羊 可是也就...